在娱乐圈中,有许多因为家庭负担而被迫出来赚钱养家的明星 比如耗尽积蓄花费八千万替母亲还债的蔡绍芬 还有替父亲偿还上百万赌博债务的大小S姐妹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明星也是因为家庭变故才进入娱乐圈发展 她就是曾婉婷 曾婉婷原名曾婉华 1982年5月5日出生于台北市 她小时候家境幽默,父亲从事测量铁轨工作,手捧稳定的铁饭碗 然而母亲因为太过于相信亲戚,被自己的表哥诈骗买楼 花出去几千万才发现,原来对方一屋二卖 他们给了钱,房子去卖给了别人,最后钱财两空 原本幸福快乐的家庭突然背上了上千万债务 让曾婉婷父母的关系变得恶化 他们每日争吵不休,最后母亲离家出走 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家中还有父亲做顶梁柱 没想到,一次父亲在铁轨上正常工作时,竟发生意外死亡 父亲意外辞世那一年的新年,曾婉婷语气中满是心酸 她说,自己对那印象很深,真的是眼泪配饭 母亲为父亲空了一个位置,留了一副她的碗筷 父亲去世后,家庭所有的债务和负担都落在了曾婉婷一个人身上 那段时间,周围的人全都不敢接她的电话 害怕接起来就是被借钱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曾婉婷回忆起这段时光,险些红了眼眶 她说,当时就很希望有人可以拉自己一把 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她不惜扛着每月的贷款买下一套房子 只为把母亲接到身边居住 亲姐姐不理解她没有能力还吃巨子买房的行为 不愿意为她作宝 但曾婉婷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 让她每天积极工作,面对生活 在偿还债务的同时保障家人生活 为了赚钱,肖像年纪的她,16岁便进入演艺圈 把家中的经济大任全部扛在自己肩上 之后,经贵人相助 她有机会出演八点档电视剧 不会讲闽南语的她,一头钻入本土剧的行列 最后因演出八点档世间情中的坏女人而爆红 现在更是凭着精湛的演技 跃升为本土剧女神 近年来,她也凭借着精湛的演技跃上了大荧幕 参演的贺岁片《角头外传流浪连》 更是吸金1.61亿元 成名后,面对外界的批评声浪 曾婉婷把批评转换成人生养分 以一套属于自己的处世哲学、人生智慧 活得既自在又充实精彩 她懂得尊重每个人也能做最真实的自己 对于自己真实的人生故事 她表示,理解你的人不需要你解释 不理解你的不配你解释 自己的人生没有特别幸运 所以才特别珍惜幸运来敲门的时刻 从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变身成现今的一级地产女神 曾婉婷也是一路靠自己努力打拼换来的 她曾在节目中自曝自己刚入行时候的被恶整了心酸事 当时由于自己是新人 综艺节目为了效果在潜望镜中放满了面包虫 虽然很害怕,但是为了赚钱 她只能慢慢忍受,咬牙带了上去 后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拼出了一片天 赚到了第一桶金 随后就买了一间小套房 后又花了1500万元买下位于北市松山区38平大的房子和母亲同住 当时她为了每月7万元的房贷 每天都辛苦地拍戏 成为本土聚一姐后 更在内湖买下53平的房子 为了和母亲住起来更舒适 之后又购买了于2016年完工的北市信义区85平豪宅 该房子是位于市中心的精品豪宅 在刚完工时,每瓶售价都至少要120万元 开卖时总价甚至飙到了1亿元以上 根据之后她晒出的图片可以看出 该豪宅整体风格变日系简约风格 格局方方正正 内部非常大 仅仅一个客厅就包含了超大的沙发 餐桌和满装收藏品的柜子 还有专门供客人吃饭的地方 豪华吊顶,大转盘餐桌 仿佛来到了豪华酒店 同时还配有露天游泳池 游泳池的长度和体育馆专业游泳池相比 不分上下 她这次购买豪宅 主要是当工作室使用 家具、电器都是顶级配置 如此大手笔买房 完全可以看出她丰厚的经济实力 如今已有四套房的她 身家也是在不停地往上涨 之前接受采访时她就表示 现在年收入轻轻松松超过八位数 今年曾婉婷还在考虑 要在新北市再置办房产 加上之前她投资购买了几套房 手上光房产就价值一亿多元 她不仅热衷于买房 还经营了不少副业 2017年她成立了个人保养品牌 隔年又开设服饰电商 开手摇奶茶店 光旗下员工就有五十多人 营业额更是超过五千万元 深居多值的她表示 为了犒劳员工 自己给员工发放的年终奖 四个月起步 可以说是相当的大方了 事实上曾婉婷的商业价值一直很高 她的代言产品非常多 几乎全身上下都有代言 所有媒体爆料指出 一名专门替艺人们接代言的经纪人表示 在业界口碑最好性价比最高的 就属曾婉婷 据传她几个月内的代言费就能赚到房子的首付 而她一年至少能帮厂商赚尽良意 如今曾婉婷的个人事业做得有声有色 也还清了家中上千万的债务 经历过家庭创商的她 也在积极做慈善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弱势家庭 曾有人在某基金会网站上 发现她的捐款清单多达12页 将近230笔捐款 每笔都是捐给新闻报道过的弱势家庭 金额超过200万 能在经历人生治安时刻后 还保存这样的善心 这样的艺人太值得称赞了 人没心善的她 从出道以来 感情世界就一直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由于她在本土剧都演恶毒女生 让许多观众入戏身 对此曾婉婷表示 自己不担心以后的对象误会 但是会怕长辈对她印象不好 2009年在康熙来乐节目中 就有人爆料她正在与汪建民交往中 对于两人相差15岁的绯闻恋情 汪建民后来也在节目上申诉是谣言 更大方的与曾婉婷拥抱来证明两人 并没有在一起 而曾婉婷也表示 自己只是把汪建民当一个很好的长辈 孩子铺曾经暗恋的人是同剧演出的柯淑源 但强调当时是入戏胎生的移情作用 两人都是拍本土剧的演员 曾经合作拍摄过多档对手戏 戏内默契充足 戏外也有良好交情 而且在世间情 金家好媳妇两部剧中都饰演了情侣 被许多粉丝视为非常般配的一对荧幕情侣 特别是在大爆剧《世间情》中 饰演坏女人郭佳佳的曾婉婷与饰演杜瑞峰的谢成军 在戏中曾有一段情 两人精彩的演技令许多粉丝们入戏过深 我以为两人真的结婚在一起了 一时关于两人的绯闻更是难天飞 对此 两人曾一同上节目《一代女王》中澄清表示 两人真的已经太熟了 熟到可以在对方面前毫无形象的熟睡 而且谢成军在节目中也表示 自己平时跟很多漂亮女艺人相处 但他们都不把她当男生看 而曾婉婷和她也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的 所以根本没有在一起 如此果断的澄清绯闻 让很多CP粉都表示很心碎 后来她又表示自己已经诞生了六年 一直忙于拍戏 忙到没时间交男友 而自己身边不乏追求者 其中有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与自己相处得不错 但还没有确定关系 对于婚姻她毫不讳言地说 只要遇到对的人随时都可以结婚 甚至为了要生出健康的宝宝 她还动过动卵念头 而谈到玄力一半的标准 她透露在恋爱时不喜欢被管 但自己却很介意男生和别的女友过于亲密 承认自己是双重标准 个性亲民的曾婉婷魅力十足 除了有精致的脸蛋外 她还有一双大长腿 凹凸勇志的身材 是许多男性梦寐以求的女神 拥有大批粉丝 她非常喜欢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和粉丝们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此外 她在保持体态方面下了不少苦工 所以一直维持着纤细较好的身材 令许多人呈现不已 在她晒出的私底下健身运动的照片中 她双手撑在运动器材上 双腿往后打直 紧身的运动裤 衬托出翘臀和结实的眉腿 曝光她完美的S曲线 而后她又趁着工作之余 南下肯定度假 大方晒出比基尼罩 一双铅鼻腿和鲜细水蛇腰 更是相当吸睛 完美的身材立刻引起 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不得不说 拥有漂亮脸蛋和魔鬼身材 还这么努力又有头脑 曾婉婷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很难不让人羡慕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 想像曾婉婷这样 从无人问津的小演员 逆袭成千万身家的女富豪 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只需要拥有清晰的头脑 抓住机遇 就能够实现人生智的转变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